欢迎大家收看洛杉矶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参议院争分夺秒完成边境谈判 通过乌克兰和以色列援助 2023年最佳加利福尼亚图书十本 摩根、沃伦·摩根·瓦伦在Apple Music的2023年歌曲榜上名列前茅 而泰勒、斯维夫特、Taylor Swift和CZ也在流媒体榜单上名列前茅 认为公司难以填补办公室的职位 看看政府吧 在一周内 PDD面临了三项性侵指控的原因 请大家收看 参议院争分夺秒完成边境谈判 通过乌克兰和以色列援助 华尔街日报 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 在政府基于人道主义原因 允许移民进入美国的权力问题上存在分歧 这一问题威胁到拜登政府对乌克兰 以色列和台湾的援助计划的通过 援助计划包括资金用于加快处理美墨边境移民的速度 但不包括任何鼓励寻求庇护者来美国的政策变化 两党的谈判 在加强寻求庇护者的初步筛查过程方面取得了进展 但在共和党要求限制一项名为人道假式的独立移民权利上存在分歧 该权利允许总统临时允许不符合签证资格的移民进入该国 共和党人认为 即使拜登政府利用假式鼓励合法入境的策略取得了成功 也不依允许没有合法入境依据的移民进入美国 民主党人警告共和党人需要现实一点 并表示他们不会通过由共和党领导的众议院通过的边境法案 2023年最佳加利福尼亚图书十本 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列出了2023年加利福尼亚州十本最佳书籍 其中包括亨利、霍克的敞开喉咙 萨拉、罗斯、埃特的成熟 梅丽莎、布罗德的死亡谷 云泰、黄的龙女儿、马修 这达文波特的最长的一分钟和约翰金的传送门 越南软门的两面人 吉米、梅蒂科的塑造冲浪历史 阿里、温斯顿和达尔文 邦德·格雷厄姆的起手在夜晚出现 赫克托、托巴尔的《我们的移民灵魂》 摩根、沃伦、摩根·瓦伦 在Apple Music的2023年歌曲榜上名列前茅 而泰勒、斯维夫特、Taylor Swift和CZ也在流媒体榜单上名列前茅 彭博社 乡村歌手摩根 沃伦的歌曲昨晚在2023年登上了Apple Music全球歌曲榜的榜首 这首歌在全球每日百大榜上连续52天排名第一 尼日利亚说唱歌手雷马与塞琳娜 戈奈斯合作的《冷静下来》汇音版在全球歌曲榜上排名第12 这是非洲歌曲有史以来的最高排名 领跑2024年格莱美提名的CZ以他的单曲《杀死比尔》 在2023年登上了Apple最受欢迎歌词榜榜首 Apple Music还发布了回放功能 允许用户查看今年在流媒体服务中最受欢迎的音乐 泰勒、斯维夫特被评为Apple Music的年度艺术家 认为公司难以填补办公室的职位 看看政府吧 华尔街日报 拜登政府正努力让联邦雇员返回办公室 白宫幕僚长杰夫、齐恩茨通过电子邮件向内阁机构表示 要在秋季积极执行更多面对面工作的转变 然而 反办公室的目标尚未实现 今年早些时候 政府问责办公室对24个联邦机构进行了审查 结果显示进展不足 政府问责办公室估计 在一个为期三周的样本期间 有17个机构只利用了总部容量的四分之一或更少 在一周内 PDD面临了三项性侵指控的原因 英国独立报 音乐大亨肖恩、康斯、Sean Kongs 更为人所知的是PuffDaddy或DD面临三起独立的诉讼 指控他性侵、虐待、控制和暴力行为 这些指控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 引发了人们对康斯这些年来是否有所改变的质疑 其中一名原告 乔伊·迪克森·尼尔·朱埃·迪克森·尼尔 声称 在他还是希拉丘兹大学的心理学学生时 康斯给他下药 强奸了他 并在事发时拍摄了视频 另一名女性声称 康斯在1990年或1991年的一次派对上 通过给他喝酒来迫使他与他发生性关系 康斯的前女友卡桑德拉、文图拉、克森扎·麦特尔 也被称为Cassie 也对他提起了诉讼 次日达成了一项不公开金额的和解 文图拉在诉讼中声称 康斯强奸了他 对他进行了身体虐待 并使他卷入了性贩运 康斯的代表们对这些指控予以了否认 称这些指控是为了谋取经济利益而捏造的 尼瑞尔政变领导人 废除了旨在减缓前往欧洲的移民流动的法律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尼瑞尔的军事政变废除了一项 使非法移民贩运成为违法行为的2015年法律 7月份发动政变掌控该国的阿卜杜拉哈曼·蒂亚尼将军表示 该法律与当地规定相矛盾 并未考虑到尼瑞尔的利益 该法律导致对阿加德兹沙漠地区的监控增加 该地区是西非移民的主要中转点 废除该法律受到了走私者和一些媒体的欢迎 但遭到了欧洲委员会的批评 由于政变 国际对尼瑞尔的援助已被暂停 外星人罗姆卢斯星分享了关于新续集的令人兴奋的时间线细节 英国独立报 根据主演凯利·斯潘尼的说法 下一部异形系列电影暂定名为异形 罗姆卢斯 故事发生在原版《异形》1979和续集《异形2》1986之间 这部电影将是一个独立的故事 将由为《异形2》制作异形生物的同一团队参与制作 目前尚不清楚这部电影是否会提及艾伦·李普利这个角色 该角色由希格尼·维福在原版异形系列电影中扮演 维福原本计划在尼尔·布洛姆坎普指导的另一部异形电影中回归该角色 但该项目已经被放弃 此外 由《异血报》的制片人诺亚 获利负责的另一部异形系列电视剧也正在制作中 异形 罗姆卢斯目前计划于2024年8月16日上映 鲁珀特·莫多克将在Smartmatic诽谤福克斯案中被传唤 雅虎 鲁珀特·莫多克本周将受到宣誓问询 这是Smartmatic对福克斯公司提起的价值27亿美元的诽谤诉讼的一部分 该诉讼涉及福克斯公司对已被证明是虚假的选举舞弊指控的报道 莫多克此前曾担任福克斯公司和新闻集团的主席 但于去年9月辞去职务成为两家公司的名誉主席 Smartmatic在诉讼中声称 福克斯公司和包括西德尼、鲍威尔、珍妮、皮罗、玛利亚、巴蒂罗末、卢多布斯和鲁道夫、朱利安尼在内的个人故意传播虚假指控 声称Smartmatic的软件被用来改变选票 以支持乔·拜登总统 桑托斯表示 在与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讨论了各种选择后 他将参加驱逐投票 亚胡 陷入困境的共和党众议员乔治、桑托斯与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进行了交谈 此前众议院伦理委人会的一份报告发现他存在实质性证据违反联邦刑法的行为 桑托斯和约翰逊之间的对话被描述为积极的 他们讨论了桑托斯面临的第三次被逐出国会的可能性 桑托斯已经成功挺过了两次被逐出的尝试 但现在面临的决议似乎在之前没有支持将他逐出众议院的成员中获得了支持 桑托斯表示他预计会被逐出 并希望投票能够进行 以便美国人民能够看到国会中的法官、陪审团和柜子手是谁 据联邦政府称 南卡罗莱纳州机场发生枪战 原因是男子试图抢劫大麻贩子 雅虎 两名男子因在南卡罗莱纳州机场试图抢劫毒贩的大麻而被判入狱 在停车场 抢劫者与毒贩之间爆发了一场枪战 肯德里克、纳维德、科兵和德奎德里、肯德里克、韦泽尔两人 持枪出现 试图从毒贩那里偷走大麻 但在其中一人被击中后 毒贩进行了还击 科兵和雷泽尔没有得手就逃走了 驾驶到期挑战者的男子 他的车上装有大麻行李箱 追赶他们 并在他们离开停车场时向他们开枪 专栏等待A队离开 奥克兰明年将引进另一支棒球队 雅虎 在过去的几年里 奥克兰运动家队与拉斯维加斯接触 这种比较变得非常明显 在任何一天晚上 奥克兰的大联盟球队的观众可能会被拉斯维加斯的小联盟球队超过 对于2024年 我们提出了这个令人愉悦的可能性 在任何一天晚上 奥克兰的大联盟球队的观众可能会被奥克兰的小联盟球队超过 爱国者队在寻找威尔·格里尔的替代者时 与当地的四分位进行了视讯 雅虎 新格兰爱国者队视讯了五名自由球员 其中包括前普渡大学四分位奥斯汀·伯顿 此前他们解雇了威尔·格里尔 伯顿有本地联系 他是WBC电视台体育总监史蒂夫·伯顿的儿子 也是波士顿爱国者队历史上第一位选秀球员罗恩·伯顿的孙子 爱国者队在解雇格里尔后需要增加四分位位置的深度 目前只有两名四分位在活跃名单上 他们本赛季已经更换了几名四分位 很可能需要在2024年进行该位置的全面改革 勒布朗·詹姆斯在对阵乔尔 恩·比德率领的《费城76人队》的比赛中 遭遇了职业生涯最严重的损失 CNN 勒布朗·詹姆斯和洛杉矶湖人队周一 遭遇了他们在NBA中最大的势力 他们被《费城76人队》以138比94击败 胡人队在整场比赛中都占据了主导地位 《费城76人队》在每一节的得分都超过了他们 乔尔·恩比德以30分、11个篮板和11次助攻的三双数据为《费城名跑》 泰瑞斯·纳克西也打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比赛 得到31分和8次助攻 这场失利对恩比德来说尤为重要 因为胡人队是他成长过程中最喜欢的球队 他受到了科比·布莱恩特的启发 尽管输掉了比赛 詹姆斯还是成为了NBA常规赛和季后赛出场时间的历史领袖 超过了卡里姆、阿卜杜勒、贾巴尔的记录 胡人队本赛季的战绩为10胜8负 他们将在周三对阵底特律活塞队的比赛中反弹 马斯克的Cybertruck已经是特斯拉的生产噩梦 彭博射 特斯拉的Cybertruck在临近发布日期时正面临重大挑战和挫折 车辆的不锈钢车身耐腐蚀且不需要喷漆 因此很难成型和焊接在一起 使用这种材料的决定也使Cybertruck比传统的汽车和卡车车身更重 此外 该车将是特斯拉的第一款高压车 具有更快的充电能力 但也存在潜在的陷阱 此外 Cybertruck依赖于落后于计划的内部电池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 马斯克 Elon Musk承认 制造Cybertruck的挑战将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克服 马斯克本人估计 需要12到18个月的血汗和泪水才能达到大批量生产 一些分析师甚至建议特斯拉应该取消该车辆 以使该公司的股票受益 马斯克此前曾将面临类似挑战的Model X描述为可怕的策略 因为它的设计很复杂 2024年奥斯卡奖的第一个线索已经出现了 英国独立报 歌坛奖是奖机中的第一个电影活动 已经宣布了获奖名单 歌坛奖以表彰独立电影而闻名 之前的获奖者经常会获得奥斯卡提名 今年的获奖者包括最佳影片奖的戏剧片《前世今生》 李利·格拉德斯通在《未知之国》中的杰出主演表演 以及《查尔斯·美尔顿》在5月的12月中的杰出配角表演 朱斯汀·特里埃的一次跌倒的解剖学获得了最佳剧本和最佳国际影片奖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这里的观察员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些新闻内容的深入分析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美国参议院在边境问题上的争论 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允许移民进入美国的问题上存在分歧 这对拜登政府对乌克兰 以色列和台湾的援助计划造成了威胁 援助计划的目的是加快处理美墨边境移民的速度 但不包括鼓励寻求庇护者来美国的政策变化 尽管两党在一些方面取得了进展 但在共和党要求限制一项名为人道假释的独立移民权利上存在分歧 共和党认为 即使拜登政府利用假释鼓励合法入境的策略取得了成功 也不应该允许没有合法入境依据的移民进入美国 这次的谈判将对移民政策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需要继续关注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2023年加利福尼亚州的十本最佳书籍 这些书籍包括各种类型 涵盖了小说 回忆录和历史等不同领域 这些书籍的选择既有知名作家的作品 也有新兴作家的作品 这些书籍通过不同的角度和故事 向读者展示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如果你想寻找一些好书 不妨从这个列表中选择一本 在音乐方面 摩根 沃伦的歌曲在Apple Music的榜单上名列前茅 这位乡村歌手的歌曲 昨晚在全球每日百大榜上连续52天排名第一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此外 泰勒 斯维夫特和CJ等艺人的歌曲 也在流媒体榜单上排名前列 这些艺人在过去的一年中 创作了许多受欢迎的歌曲 他们的音乐吸引了广大的听众 如果你还没有听过这些歌曲 不妨去试听一下 或许你会喜欢上它们 在政府方面 拜登政府正努力让联邦雇员返回办公室 但这一目标尚未实现 政府问责办公室的一份报告显示 大部分联邦机构再回办公室方面进展不足 这对政府的运作和效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加快这一进程 并确保职位能够得到妥善填补 以确保政府的正常运转 此外 我们还关注到一些娱乐新闻 一月大亨肖恩 康斯面临了三起性侵指控 这对他的形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些指控的严重性引起了人们对康斯的过去行为 是否有所改变的质疑 我们需要等待进一步的调查和证据 才能对这些指控做出判断 此外 尼尔的政变领导人 废除了一项旨在减缓移民流动的法律 这一举措受到了走私者和一些媒体的欢迎 但同时也引起了一些批评 这将对尼尔的移民政策和国际援助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需要继续关注这一问题的发展 在娱乐界 我们得知了关于异形系列电影的一些新消息 下一部异形电影的故事将发生在原版异形和续集异形2之间 这将是一个独立的故事 这部电影由原版异形系列的制作团队参与制作 这样人们对它抱有很高的期望 我们期待着这部电影的上映 希望它能够带给观众新的惊喜和刺激 最后 我们还关注到一些法律和体育新闻 鲁珀特·莫多克将在Smartmatic的诉讼中被传唤 这将对这起诉讼产生重大影响 另外 共和党众议员乔治·桑托斯面临被逐出国会的可能性 这将对他的政治生涯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需要继续关注这些案件的发展 看看最终的结果如何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和分析 希望大家喜欢 现在 我们来看看观众有什么样的想法和问题吧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